大家好,我是孔敬杰 那我们今天呢又要再回来这个资讯经济学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呢 是Cascade Contract Design and Partial Monitoring 这两个议题呢 在我们之前学过这个基本的Screening Problem以后呢 都是很自然的延伸 第一个延伸是说 在我们的等一下会看到的这个情境里面呢 并不是只有一个Principle对一个Agent 而是Principle会把东西卖给Agent了以后 Agent又再把东西卖给他的Agent 所以会有两层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 两层的Screening Problem 第二个呢是Partial Monitor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 我要嘛完全看不到你的Private Information 要嘛在Another Benchmark First Best里面呢 我看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研究一下 或者是说要来学习一下 如果有可能做Partial Monitoring 也就是说呢 我会得到一些关于你所知道的Private Information的事情 让我可以稍微了解你一些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全部 也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Hidden Information 我看不到 但我可以猜 我有一些资讯可以猜 那么这样的Partial Monitoring 可能可以用什么方式被Model 被分析 以及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两个议题 Cascade Contract Design and Partial Monitoring 那么呢我们今天依序会先告诉大家 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情境是什么 那最终会有一个研究问题 于是我们会建一个Model来讨论它 我们会试着带大家找出 这个所谓的Equilibrium 或是Optimal Contract 长什么样子 以及这样子的Equilibrium 可以给我们什么意涵 那当然最后还会有Extensions和Conclusions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谢谢大家